中共在它的建黨以後 然後它有經過了很多很多次的危機 它有的時候 它是拼臨於就是說 亡黨 整個黨就亡掉了 因為它的黨 其實它的黨 後來它是 掌握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政權 它有自己的群眾團體 它後來它是逐步逐步地成長的 那但是它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發展開始的時候 它是有 在1927年 國民黨清漲的時候 當共產黨基本崩潰 很多人就失望了 比如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矛盾 就覺得中國革命沒有希望了 共產黨也沒有希望了 它就跑到日本去了 這時候也是一個危機 因為很多人面臨這樣子的危機 那第二個你就講的就是說 中共後來在搞農民 所以在這個1936年的時候 35年的時候 共產黨整個的 在江西 在長江中下游的 所有的軍隊 所有的這個 這個政府的機構 還有一些政權機構 通通通都開始要奔逃 就是他們叫長征 其實不是長征 他們後來講 就想說我們要到北方去 我們要抗日去 那都是胡說八道的 當時根本就不知道 只是想要活命 活了命 他們在很僥倖的情形 你是要看到的 就三美這個根基地了 三美這個地方 也有共產黨的軍隊 也有共產黨的政府 也有共產黨 但是他們其實也面臨著圍剿 共產黨的圍剿 也是在濱淋崩潰的 建源 也是這樣子 但是他到了那邊去了以後 共產黨就是想辦法 就是說立下腳跟 然後後來就是 利用全國這個輿論 全國這個民族主義 就是抗日 要抵抗日本 日本人打到中國來了 所以他就是說 我們叫 叫蔣介石 叫國民政府 停止 就是腳控 停止 所以這是個新的危機 就是當年的這個西安事變 是一個歷史存亡的關鍵時刻 對 這個就是你講的是 西安事變就很有意思了 其實西安事變裡面有很複雜的 因為共產黨開始 就是說 為了要對抗蔣介石 所以他一直要想拉攏 所謂的地方勢力 軍閥勢力 還有地方各省的 而且他不只要 還要拉攏 國民黨裡面的有一些元老 反正他認為就是說 任何這個 這個能夠爭取的 他對 尤其這個時候 他們開始了 有個新的政策 因為在江西的時候 他們沒有 他們不要 不喜歡那個讀書的 學生呢 幹什麼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這些學生 中學生 大學生 他們當時在 尤其在北方城市 南方城市 中國 中國城市 他們反抗日 所以 他們覺得是說 我們黨不應該 就是說 繼續內在 然後不去抵抗日本人 所以很多人 就要加入共產黨 讓共產黨也開放的 就鼓勵他們 讓他們加入共產黨 然後進去了以後 就變成共產黨的議員 然後為共產黨的事業也效忠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